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骁龙888一样 本次的天机8100同样采用了5纳米的制程工艺 但有所不同的是 骁龙888的5纳米制程工艺来自三星 而天机8100则来自台积电 两者虽然同为5纳米制程工艺 但是市场最终的反馈早已经有了结果 和台积电相比 三星的5纳米制程工艺似乎并不尽如人意 具有其原因 是因为在7纳米时代 三星接近的率先在多个碟层采用了EUV功课 而按照三星近些年 开始走完整迭代时的大步子路线演技 在7LPP之后 三星路线图的下一代完整迭代工艺应该是3纳米 也就是说 三星在7纳米时代 体现透支了自己的先进性 最终导致了 5纳米在三星眼中实则属于四分之一代工艺 或者说 5LPE属于7LPP工艺的同代加强 是向3纳米工艺的过渡 反观台积电 在它的7纳米路线图中 至少N7与N7P工艺仍然没有采用EUV 直到N7家采用上了四层EUV光刻层 那么台积电N7后续的完整迭代自然就是N5了 所以对台积电而言 5纳米的确就是7纳米的迭代工艺 这种迭代节奏上的差异 再加上双方7纳米的起点其实差不多 导致了台积电在5纳米节点上迈进的步子 会明显比三星更大 或者说更先进 于是乎在决定芯片基础体制的制程工艺方面 天玑8100相较于它的竞争对手骁龙888 有更胜一筹的优势 之后在CPU架构方面 天玑8100和骁龙888开始出现了本质的分歧 天玑8100采用了看似保守的4加4架构 其支撑起大部分性能框架的 是4个主频为2.85GHz的A78性能大核 而骁龙888则是采用了 以X1超大核为主的1加3加4架构 及2.84GHz的X1超大核为主 3个2.4GHz的A78性能核心为复 诚然 骁龙888的CPU架构看上去 确实更先进也更有竞争力 但是别忘了上面提到的 骁龙888在最初诞生时 就是旗舰芯片思路下的产物 追求的是顺势的爆发力和上限 如今有了最新的骁龙8-1 按照产品地位 它不得不被动沦为了次旗舰 天机8100则是截然相反的一种状态 以轻旗舰身份登场的它 其终极的目标便是实现长久的稳定体验 而非一时的释放 再加上目前市面上 威尔使用过X1架构的骁龙888 和谷歌自言的Tensor芯片已经证明 前者让X1超大核独挑大量的后果 就是发热和超高的功耗 后者则是直接限制了一把X1大核的功力 用两颗低功耗运行的X1核心 仿装在一个ZOS内 来维持性能输出和功耗发热的平衡 这么相比之下 A78架构显然更加成熟 调教起来势必会更加稳定和得心应手 所以按照轻旗舰的标准衡量 天机8100看似保守的4加4架构 实则在体验上 却是能够超越X1超大核的存在 毕竟手机的实际使用是一场马拉松 不可能随时需要保持爆发的状态 况且溢出的性能并不能转化为体验的上限 在同样的标准下 谁能坚持得更久 在消费者眼中的表现自然更优 总的来看 作为骁龙888的对手 天机8100几乎从根源上 就避开了骁龙888曾经碰到的雷区 选择更加成熟的A78架构 也让天机8100在主频上能够进一步提升 开机量5纳米的制程工艺 为这枚芯片带来了更棒的能效表现 在AI和拍照方面 天机8100甚至对骁龙888 实现了翻倍式的超越 几乎是复刻了当初天机旗舰平台 对抗骁龙8-1式的表现 根据相关媒体的测试数据 天机8100的CPU多核成绩为3837分 力压骁龙888的3715分 GPU能效方面 天机8100在曼哈顿3.0下 能效领先骁龙88838.7% 在曼哈顿3.1下 天机8100的能效领先骁龙88814.6% 在重灾的原神高画质下 天机8100平均帧率达到了58.5% 骁龙888为41.9% 两者表现相差将近40% 这样的表现几乎差了一代 能效当到 天机有一套 面对天机如此来势汹汹的架势 骁龙阵营是否能够接下 这近乎是一对一的锁定进攻 不能逃避的是 骁龙888的实际表现 截止到目前在市场和消费者之间 已经有了定数 X1超大和带来的优势 显然并不能掩盖随之而来的发热 降品等各种体验问题 甚至是如今一种骁龙8的终端产品 其卖点几乎清一色的都倒向了散热和温度 因为上线受制 所以转而去开发下线 这个逻辑的顺序 无论怎么看都是相伯的 和PPT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华丽词坠相比 消费者最终选择的落点 一定是体验 当然这观点的背后 是有足够的数据支撑的 根据CNNO Research最新的数据显示 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 以中国市场为例 智能手机ZO市场中端的总销量为3.14亿颗 通比增长3% 其中联发科和高通分别以 1.1亿颗和1.06亿颗中端销量 位置第一和第二位 联发科成为了2021年中国智能手机ZO王者 能效成为了联发科在旗舰芯片参数内卷下的突围利器 包括这次的天机8000系列在内 出众的能效表现 帮助联发科在芯片的性能和体验上力挽狂澜 打出漂亮的翻身仗 也许是芯片终端落地的时间问题 或许是骁龙888那令人责舌的功耗和发热 确实让一些用户受到了影响 以至于在这份可观数据中 骁龙在2021年和联发科的对抗中 还是拉了下风 如果我们的视角更宏观一些就会发现 基于天机8000系列的发布 联发科全线围剿骁龙8的战火脉络 也清晰可见 天机9000VS骁龙8-1 天机8100VS骁龙888 天机8000VS骁龙870 甚至从目前的态势来看 今后旗舰机天机骁龙双线并行 同一品牌下 面对面搏刹的画面将会时有发生 高通曾经在旗舰市场的统治力 将会迎来联发科的疯狂蚕食 一家独大的双雄争霸的舞台 已然已经拉开序幕 从落地的综合表现来看 联发科在某些方面明显要更占优势 一旦形成联发科在不同定位的芯片性能上 和骁龙不分伯仲 功耗和发热上却都要比骁龙更加优秀的局势 那么消费者的情绪 势必会联动到厂商的选择 如此无敌效应引发的后果 说不定会更加微妙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你对预言预立的芯片大战 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 这里是说真话的Tiger 我们下期再见